朱棣造反成功后发现一道圣旨,看后内容后竟放声大哭,上面究竟写了什么?这里是小豆之历史,订阅我,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 朱元璋的早年生活充满了艰辛和波折,一个出身卑微的少年,从寺庙的僧人到街头的乞讨者,他的人生似乎注定平凡,然而,历史却赋予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朝廷开始招募一兵。 朱元璋便抓住了这一机遇,与有人一同投身到了艺军之中,在艺军中,朱元璋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才能和智慧。 他的才智和能力深得艺军队长郭子兴的赞赏,郭子兴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朱元璋的身世并不出众,但他的真诚,勤奋和聪明才智让郭子兴看到了他身上的潜力与光芒。 郭子兴对朱元璋如此欣赏,甚至想到了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他,这位义女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朱元璋和马皇后虽然身世迥异,却因彼此的真诚和才能被吸引,两人相识相知,最终结为连理。 马皇后的为人正直忠诚,他从不计较丈夫的出身,全心全意地侍奉和爱护他。 共同克服了生活的种种困苦,他们共育了四名子嗣,其中的朱棣成为了名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英主。 朱棣的哥哥,也就是他们的长子朱彪,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聪颖和才学,作为家中的长子和未来的继承人,朱彪受到了父亲特别的宠爱, 他自幼受到了朱元璋的精心培养,成为了一位深谙儒家经典的少年学者。 朱棣在家中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相对于兄长朱彪的聪颖才智和父母的疼爱,他显得平淡无奇,朱棣的性格沉稳,内敛。 他不善于表现自己,也不追求家庭中的特别关注,他热爱生活,对待每一天都充满了满足和欢喜。 尽管朱棣的存在感在家庭中并不突出,但他的人生并没有因此停滞,他的稳重和坚定让他在日常的琐碎之事中寻得了人生的小乐趣。 然而,人生常常让人出乎意料,朱棣并没有料到命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赋予他重大的变革。 洪武二十五年,是大明朝廷的风云变幻之年,那一年,朱镣奉命赴陕西视察,途中不幸患病身亡,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震撼了整个皇室,朱元璋失去了深爱的儿子,整个人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中,他将朱镣安葬在了孝陵东侧,展示着对长子的深深眷念。 朱镣的去世不仅打破了皇室的平静,更使皇位继承的问题浮出水面,在失去心爱儿子的愧疚和伤痛中,朱元璋选择了立朱镣的二儿子朱允文为太子。 这一决策,让一直默默无闻的朱棣心中的疑惑和不满如泉涌而出,他开始思考,为何父亲总是环绕着大哥,为何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总是被忽视,他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平凡决策。 他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渴望得到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地位。 朱镣此时已经是一位有着丰富战绩的将领,他的才能和实力早已得到了世人的肯定。 然而,他的出身和家庭地位让他在皇位争夺中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他的心中充满了困惑和不平,这些情感推动了他走上了一条充满波折和风险的道路。 朱元璋去世后,朱镣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决心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和地位,他决心挑战既定的规则,他决心超越那个侄子,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 然而,朱镣的心中也充满了犹豫和不确定,他的目标似乎遥不可及,他的计划似乎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朱元璋登基后,朝廷的风云又起了变换,他力图稳固自己的王位, 因而开始实行削藩政策,试图削减各地诸侯的权力,集中皇权。 这一政策无疑触动了朱镣的利益,也为他原本心中波涛汹涌的矛盾增添了更多的怒火。 朱元璋下令将朱镣麾下的一部分精兵调至塞外驻守, 其背后的意图明显,朱镣的权势被切割,他的兵力也被截乱。 这一举动,让朱镣内心的痛苦与愤怒达到了顶点, 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 怀疑自己多年来为国家的付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他不禁反思自己的人生轨迹,心中充满了不满和委屈, 他的父亲、兄弟,乃至整个家族是否真心对待过他, 他的付出是否只是一场笑话, 他的情感是否只是权力斗争的筹码。 朱镣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迷茫之中, 但他并未消沉,他开始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对抗这一切, 他巧妙地借口身体不适,暂时脱离朝廷的琐碎事物, 而专心筹划自己的大忌, 他在幕后秘密扩展自己的兵力, 组织手下的军队,调配粮草,制造武器, 准备着一场可能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战争, 他用自己的毅力和才智积续着力量, 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随着薛帆的进程逐渐展开,朱镣明白, 这是他挥歌一挥的时刻, 他组织了自己庞大的军队, 毅然决然地挑起了造反的大旗, 这是一场非凡的战争, 不仅关乎朱棣的命运和荣誉, 更关乎整个王朝的未来走向。 这场战争被后人称之为靖南之意, 它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历史剧目。 充满了荣誉与背叛, 志勇与权谋,信仰与怀疑, 朱棣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中央,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断, 书写了自己的人生篇章, 也改变了整个朝代的命运。 长达四年的战火硝烟, 在南京城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战争之下, 万千百姓的生活被摧残, 一座座繁荣的城池被化为废墟, 朱棣的大军势如破竹, 将朱允文的军队击溃, 战争结束之后, 朱棣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位, 称帝称祖, 史称明成祖, 而朱允文在一场大火中销声匿迹, 从此无人再提及他的下落。 新帝朱棣的统治下, 明朝逐渐恢复了稳定, 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朱棣心中的不安并未消散, 他难以忘却这场战争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 那些失去的亲人和无辜的百姓, 在他的心中化作一道永远的伤疤。 一日, 朱棣在处理朱允文的遗物时, 意外地翻到了一封朱元璋生前写给朱允文的圣旨, 他瞠目结舌地看着父亲赫然醒目的字迹, 眼前的文字仿佛一道闪电, 划破了他心头乌云。 原来, 朱元璋一直钟爱着自己这个儿子, 只是他不善于表达。 没有将心意表露出来, 在圣旨上, 他告诫朱允文要重用朱棣, 不要为难他, 这份关爱, 这份宠爱, 是朱棣一直渴求, 却未曾感受到的。 朱棣的心如被重锤击中, 他不禁放声大哭, 那些关于父爱, 兄弟知情的回忆涌上心头, 掺杂着对权力争夺的痛苦和后悔, 他悲叹自己的盲目, 悔恨自己的无知, 痛惜因一指圣旨而失去的亲情。 他哭泣着呼唤父亲, 痛斥自己被权力和怀疑所迷惑, 背离了人性和良知, 他惋惜父亲的沉默, 惋惜自己的误解, 惋惜那场战争所带来的一切损失。 朱棣的人生从此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他看到了权力斗争背后的悲剧, 也看到了人性和家庭的复杂。 他意识到, 如果朱元璋能够早一步顾及后代间的关系, 平衡好权力分配, 或许整个历史都会有所不同。 朱棣的内疚和后悔并没有阻止 他夺取皇位并成为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 但这份圣旨却让他的心中 始终存在着一份负罪感和不安。 直到晚年, 朱棣也经常提起这个圣旨, 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忏悔, 他留下了一份遗嘱, 希望儿子朱建记能够找到这份圣旨, 并将其送回南明, 以赎自己的罪过。 明朝历史上的这段故事,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一个重要的道理, 权力的争夺和斗争 往往会伴随着家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权力的背后是家族的荣誉和利益, 而这些往往会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朱元璋的晚年遗愿和朱棣的内疚与后悔, 告诉我们即便是在皇权之下, 人们仍然不能忽视道德和良心的声音, 历史不断地提醒我们, 在权力的斗争中, 我们应该时刻铭记。 实际上, 朱棣能够顺利达到南京。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朱允门一直不忍心对朱棣下死守, 而是一直叮嘱蒋领不要伤害朱棣的性命, 在这种情况下, 将领们放不开手脚, 所以为朱棣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面对侄子的亲情, 朱棣是惭愧的, 好歹自己是叔叔, 朱允门在他的面前实际是个孩子, 可是造成这一切的是朱元璋啊, 如果朱元璋直接把皇位给自己, 自己为什么会对侄子这样, 有为什么会被一个造反的罪名, 所以在此刻, 朱棣对朱元璋是抱怨的。 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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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